車站 如果你要買鋼彈之類的 可以來電器這邊這一層來買 這是仙台的車站 我們剛才逛的就是 這一間電器行 跟我們一樣夾娃娃機超多的 日本人很會用限定行銷 其實仙台就說牛舌 但是我覺得 他們的限定行銷對我比較不管用 我沒有那麼 會吃這一套 反正牛的舌頭 到處都有吧 不過呢 他們的牛舌是厚切的 那所以說呢 可能吃起來比較爽 那其他地方都是薄薄的切的 就真的是四個滋味 仙台車站還蠻多可以吃的東西 他們把吃的都分在一館 然後另外一館就是賣衣服 還有一些精品類 這消除壓力的商品 看起來還不錯喔 很大的商場 在車站的旁邊 頂泰豐喔 超多人在排的 好 超多人在排的 好啦 我們來日本就是吃肯德基才怪 我有點想吃牛肉 可是我媽不給我吃啦 那種日本的這個 和風醬的那個漢堡 還蠻好吃的 肯德基的 而且他的柳橙汁啊 也調味的很好喝 其實他們的路也不會非常非常的平啊 因為 總是下雪啊 一定會避損的啊 而且地又那麼大 看到很熟悉的NHK 日本的紅燈也有倒數啊 我覺得這個 做的還不錯啦 只是他不是秒數 喔 這是紀念碑 呃 等身像 我是覺得 女生的頭很逼機啊 我是覺得 女生的頭很逼機啊 其實日本人啊 也會 不走斑馬線 然後直接想要穿越啦 所以你看 這一段比較危險的路段 他就有這個標誌 不准拉克的 區域 好小一間 好小一間 然後旁邊還是電梯 這種擠在 商店街的一個 小小的寺廟 這個很有趣啊 這個很有趣啊 還蠻常看見的 官邦長官的撮影會 続いて 居住 頒上上車 稍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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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国一連です 一連国一連です 朝胸を心から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そして 日本人都是靠左的 公園裡的雕像 你看他指著佛式 其實是一個錯位法 在拍照中很常使用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起拍 你看喔 日本人 周遭是住宅區 可是 他 把墳墓就蓋在旁邊 掃墓超方便的 而且他們也沒有在忌諱使人 其實人食 跟大自然融為一體 愛犬學校 我是覺得啦 我們的家犬也是要 訓練一下啦 要不然很多就這樣 歐巴工廟 歐巴工廟 歐巴工家 愛犬下面全部都是墓碑 不知道人還是狗的 這個高手路 看起來就是 滿重的 鮮都要是 他的鮮都要是 空中 鮮都要是 家人 家人 博心 館 鮮 鮮 館 鮮 館 館 鮮 館 鮮 沿路的花草都開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其實北部的話 他們下雪蠻長的啦 所以說植物他們會利用這種短暫的溫暖趕快繁殖趕快生長 所以生命力都會比較旺盛一點 然後生長期也會快一點 東北賞花之旅 日本人還是習慣靠左 那個端速是票價 然後上面是站名 錢和票要一起投進去 然後還可以找零還不錯 我們住的飯店旁邊就是觀音巷 然後這一站就叫觀音巷 巷站 觀音巷 應該是吧